来先从200公里 因为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 同心链已经是在中国已经去变化 但是呢是保留了一个叫做自我不和谐性同心链 也就是收录在这个性质量障碍这个条目之下 所以它可以以此来作为一个诊断的标准 来进行做一些关于同心链的这种质量 那就是想说为什么会有国内现在还有医院来去做这种扭转质量呢 其实后来发现就是因为在2001年 当时那个中国健康疾病那个诊断的标准里面 留了一个这种尾巴就性质量障碍了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方式能够 当然最说想法也是想让更多人知道 同心链不是一种疾病不需要质量 全部患well 全都不需要败身 全都不需要败钱 全都不需要货кими